比做小画家还更简单 而且它其实我觉得它作用还蛮大的 而且还蛮好玩的 一跑出来 以后你要让使用者做什么事情 全部都可以架构在这个表单里面 包含它要输入资料 包含它要查询资料 包含它要做什么一切啦 反正你就是在这边定义好了 那以后就看这个表单就好了 也不会乱动 那你资料也许还是一样放在ESEL里面 不过可能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啦 比如说资料可能还是要保护一下 因为可能使用 如果你资料放这边 你担心被使用者乱去动 也许你可以把它做 利用那个 许子物件里面有一个Protect Protect就是保护啦 那你也可以怎么办 再要改的就按Protect 把它再取消保护 诸如此类你可以做出很多的自动化 所以ESEL里面到底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你能想象得到的 几乎都办得到 只是说因为目前大家使用到的 它的功能 大概也顶多只是5%而已 即便是坊间的书籍 我看一下 其实用到还真的是太少了 它可以用到几乎是取代 所有你现在可能视窗环境的设计 还有资料库的应用 其实在这上面通通可以实现 那只是说一般人比较少这样用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从跟资料库连接 或者从网路上面去抓资料 或者跟ERP连接 做后续的处理 其实这些都办得到啦 像大家好像比较有兴趣的 比如自动去抓网路资料 自动去做什么处理 做基业分析 自动把结果 没有给某些需要的人 其实也都办得到啦 而且这些功能 在我云丹白板里面 其实也都有相对应的sample 只是说你要懂得把它全部拼凑在一起 那就可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了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启动 那怎么样把它启动起来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是在这个底下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什么 启动表单 然后把它怎么样 我是HOME 2啦 点SHOW就好了 特别最好你点下去它会有一个SHOW 表示它是OK的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再对应一个按钮 我的习惯就用上面的复制贴过来 贴按钮 因为大小会一样 再把它拿来做修改 启动表单 然后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改成启动表单 好 表单启动起来 没问题 OK 但是接下来就是说 那我这个项目里面的东西 现在没有 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 一样切到这个表单 点它两下 那当它怎么呢 点它两下来说呢 它会触发CLICK事件 可是我们不是CLICK 我要当它ELEVATE的时候 当它启动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增加那个项目 到我的下拉清单里面去 那因为我下拉清单 这个的名称 预设叫COMBOBUS1 不过我的习惯是改它名称 改成什么名称呢 这边我习惯是改叫CB01好了 所以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等一下这个名称 最好跟我改一样 CB01 Enter一下 那也就是当它ELEVATE的时候 当表单ELEVATE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那个清单加进来 那清单怎么加进来呢 就这样子 这几个 总共有四个再加一个请选择 那加的方式就是什么 CB01.add item 其实就点 add item出来 后面呢就给它一个什么 自串 有没有 一个一个加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的话就是 add item请选择 业务 产品 好不好 然后有四个项目 但你将来有更多 你就是add item 很多个 将来当然 如果要让使用者选择的话 尽量让它下来清单 不要让它乱出入 不然使用者也不知道它输入什么 那比如说 好 我们做完 启动墙 出来了 没办 那比如说 业务 按确定 不过就会我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将来 这个名称呢 add item后面这个名称呢 那如果我们自行输入 如果还有下一个 那不是我还在增加一个 再下一个 不是还在增加一个吗 程式不是它重新再改吗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我怎么样 自动去抓什么 这边的名称就好了 对不对 清单里面不是 第一列上面 不就是那个名称了吗 那如果将来 我又再多一个 那不就自动在add item下一个 然后再一个 那就add item 那不就是 就是比较自动化吗 其实当然可以 那怎么做呢 也是道理差不多 只是说你可能需要怎么样 这边注解掉 你可能要写一个回圈 什么样的回圈呢 for 因为我横向的 那我就forJ好了 我不要forI 我是forJ J的话指的是横向的 等于 第一列 第一栏到 最右边一栏 那我不知道多少栏 对不对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arrange 用A1去侦测好了 A1去抓一下 点什么呢 点最右边 to right 然后点什么呢 去抓到它的column 意思就是说 帮我追踪 帮我追踪 Ctrl向右 追踪到最右边一栏是第几栏 Enter两下 Nation OK 所以这个地方它会自动抓到 那最右边就是4了 所以它回来的话 那个column它不是给D 它是给第四栏 数字 OK 那我们就知道第一栏到最右边一栏 那做什么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工作表 所以请记得 最后请你自己再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 哪一个工作表名称 点 所以这边是什么 清单 这个要加上去 因为如果这没加的话 它会不知道抓哪一个 它会抓 如果你不给 它就是你游标现在放的 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什么呢 CB01.addItem 给什么呢 那我要怎么样呢 一个一个去抓 所以呢 我可以 在addItem后面 再加上 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什么呢 Sales 那哪一列呢 一定是第一列 哪一栏呢 根据哪一栏 就追栏嘛 对不对 这样就OK了 就是从清单里面的 一定是第一列 第几栏 那因为第一列的第一栏 那就是业务 第一列的第二栏 第三栏 那总共有四栏 有没有 写完了 应该看得懂意思啊 那我们如果 请选择还是保留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向下 有没有 抓到了 这个名称不是自己打的 而是用抓的 那你想说这个有什么差别 未来如果说 比如说我会增加一个 假如说什么 预估 我看一下 比如说 那种数量好了 比如说这个数量 那假设我清单里面又多一个数量 那数量 这个自己再改好了 OK 假设多一个数量之后 那我们这边 假设执行它的话 你会发现 数量会不会出来呢 数量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用侦测的 最右边 有多一栏 那就又多一栏了 以后又多一栏了 它又自动加进来 这样感觉应该比较合理 也就是说这个方式 其实将来你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反正只要会自动增加 你就自动带过来就好了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第一个就是下拉清单 怎么样加进来的这个动作 记得哦 是放在那个 activate这个事件 因为它一定是对应 表单一定会蛮强的一个 是叫事件驱动 当哪一个表单上面的元件 被做什么事 被activate 指的这被启动的时候 那我就把程式写在这里 你不能乱写 不能说直接就写在 预设在clicker 你clicker变成怎么样 启动的时候没有清单 当clicker的时候 清单居然跳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 是为什么我要点一下 它才会有清单 你写错位置了啦 OK 所以道理应该可以理解 那你也可以写在initial initial也是初始化 它应该是先初始化 再activate这 不过好像写哪一个 其实结果都一样 那就干脆写在比较好找的位置 OK 第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我们刚刚是请各位先启动表单 然后启动表单 有个下拉清单 我这边是写固定 写那个不是写固定 写活的 那等一下再按确定 那确定的话呢 那你要判断说这里面到底放的是哪一个逻辑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这边底下 抓住 这个应该写的跟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 OK 应该是我写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在comming button 我那个按钮上面呢 我们要去撰写就是 当按一下哪就是选取了 然后按一下确定 可是我怎么知道使用者挑哪一个 所以要怎么做判断 如果CP01里面的字 是业务的话做什么 产业别做什么 那反之做什么 OK 所以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刚刚我第一个改它的名称 第二个做这个Elevate 画面先还你注意一下 试一下